我們現在要上的課是阿圓承認設計討論 我先跟大家自我介紹一下 我叫林青 我是今天的老師 我現在在醫學西丹助理教授 我們的上課講義放在這裡 你隨便上Google 林青 你找到第一個網址應該是我的個人網站 你到我的個人網站之後 右上角這裡有個Menu 你打開來之後這裡有個授課內容 點開授課內容之後 你們是上110學年度上學期的阿圓承認設計討論 請你點進來 你如果有選秀的其他課的同學 或者是你對未來下學期的課程有興趣 你可以點開來課程連結 然後看裡面 所有的課程連結都已經準備好了 點進來之後 我隨便舉個例子 你想要看第10課的講義 就這邊點第10課的講義 就可以看到了 用左右鍵 用左右鍵可以控制他的上頁下頁 我們現在就來看 我們今天要上一次第一課 我在講之前 我們每次上課的錄影 我會把它放在這裡 教學錄影這裡 所以你是有機會可以複習的 如果說之後疫情如果升級的話 我們可能就不會上課 反正錄影我都會放在這裡 這樣子 那我們可能到時候再看這個狀況 好那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今天 我們今天這個阿源程式設計導論 它主要的這個 就是給大家的這個學習目標 然後跟這個就是 評量方式等等的課程的基本介紹 那麼阿源程式設計導論主要是一個 就是從零基礎的課程 我們這個學期的關鍵 其實就是希望你學會寫程式語言 那並不是非常困難的 並不是 並不是要你就是可以上外太空了 好不好 只是要你熟悉這個語言而已這樣子 好那熟悉這個語言 你在課程的開始 前半段我們就是 基本就是熟悉這些程式語言的操作 那程式語言有個最重要的特性 就是它可以大量重複做我們不太想做的事情對不對 這個東西叫迴圈 這個東西我們會花非常多節課 不斷的重複練習 讓你熟練的操作它 大概前半 就是前 前三分之一的課程幾乎都在講這件事 中間我們會教給大家一些技巧 那其中有一些是 比如說我想大家應該對這個功能 這個這個能力應該會非常感興趣 比如說上網去擷取一些重要資訊 把它整理下來這樣子 因為你人如果自己要整理的話 你就要這個 你就要點這個網頁 然後貼一些東西要下來 點這個網頁貼一些東西下來這樣子 大家可能懂我的意思 好那我這邊給大家舉個範例 是上網找女朋友 好不好看一下 有沒有這個女生 我們這邊男生比較多啦 所以女生那個 所以我跟大家 我設計的課程就是男生找女朋友 好不好這個 這個 那個網路上有女生公開要真男朋友 我是不是第一時間我就可以知道了 對不對 女生可能會覺得 女生不要覺得太不平衡 因為隨時都有男生在網路上 真女朋友 所以說女生應該不需要這個功能 好那這個 當你有這個功能之後 你不是只想要用程式做這件事嗎 對不對 你應該會想要 就是想要把這個東西分享給你的好朋友嗎 對不對 因為你馬上就會交到女朋友了對不對 那你分享給你的 還沒有還不會寫程式 也還沒有交到女朋友的這個朋友 那你就需要寫一個網頁給他 所以我們的課程的最後就是會教大家寫一個網頁 那我們的成績評量的方式就是 我們每一節課上課的過程中 他在這個就是 每一節課都會有練習題 那我會看你們練習題的答題狀況 不是要你們每一題練習題都 這個答出來 這個難度其實平常講 因為是real time你馬上就要會嘛 對不對 並不是那麼容易 我會看你們的答題狀況 給就是 答題跟這個出席狀況給分啊這樣子 那他大概占30% 你們會有個期中作業 這個期中作業是一個小的 程式的project 到時候會跟你們講 我現在講你們記不起來 你們期末作業非常的特別 因為我會教你們寫網頁嘛對不對 你們期末作業就是交一個網址給我 我要看你們的網站做的怎麼樣 好不好 那你們不用太有壓力啦 就是原則上你只要有交 對不對 你也不用做出什麼了不起的東西 這個網址 講真的啊也是 你只要能夠搞出一個會動的 對不對 就算是貼 複製貼上我上課的語法 對不對 然後做一些小小修正 至少把你的名字放下去吧 對不對 這樣也都沒有關係啦 好不好 我只是希望大家 帶大家熟悉這個程式語言而已 這個課程是一個非常基礎的一個課程 有些同學我知道他有修 禮拜四這個下午的機器學習演算法 那個課程比這個難非常多 非常厲害 這個難度其實難度係數應該是比較低一點的 這樣子 好那我們帶大家了解一下 我們教大家的是R語言 而這個程式語言有很多種喔 不是只有R語言 這個舉例來說像在禮拜五的下午一二節 有Python的課程嘛對不對 那個 呃 就是Python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語言 不過反正我就是寫R語言的 那 R語言呢他有什麼好處 就算說你為什麼要選R語言 那 這個 呃 反正大家時間有限嘛 這個世界上可能有1000種程式語言 我們不可能1000種都學嘛 對不對 啊不過我還是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 其實你現在你可能沒有辦法預期 你未來會比較喜歡什麼程式語言 可是程式語言 學第一個是要花最久時間的啦 學第一個你可能要花 嗯 假如說學第一個你從無到有學到會 你可能要花一年左右的時間 那你才能夠完全的熟悉他很熟練 但是你已經學會第一個之後 你要學第二個其實沒有那麼難啊 可能大概一個月以內你就可以學會了 所以那是還好 所以你現在的重點就是 如果你對程式語言有興趣 你應該是選擇一個程式語言 你也不需要管你未來會不會喜歡他 你當下覺得還可以就好 去試著去專注的 你不要做A用某個程式語言 做另外一件事用第二個程式語言 這樣永遠不會真的學會這樣 也許這樣很方便啦 因為你上網可能可以找到 做第一個範例的A程式語言 做第二個範例的B程式語言 也許這樣很方便 但是這樣學習效果其實不好 所以我希望你們很專注的 在一個程式語言上面 給他一些時間 讓他慢慢讓你慢慢的內化 這樣子你學會那個邏輯思考能力 那R語言他主要啊 為什麼我們在國防音學院主要推廣 有推廣R語言 主要是因為大家大部分的人 在畢業業以後 多多少少還要做一些研究 那R語言是非常適合拿來做生物資訊 統計分析等等的這個語言 那在相關的學術領域 大部分的你在Paper上面看到 會非常多的都會看到 都是用R語言來做的 所以我們會主推這個語言 好那在這個語言的開始 我們要先帶大家先安裝這個語言 那我先跟大家講啦 如果你用的是這個 就是等一下你用的是學校的電腦的話 這個學校的電腦教室的電腦 的R語言全部都已經裝好了 你只要這邊輸入R Studio 好你這邊打開就可以了 這沒有問題好不好 那我們等一下再開 那我先教大家如何 如果你是用自己的筆電的 我們是推薦帶自己的筆電的 好不好因為這樣子你要 你未來的這個就是 第一個你課程的這個檔案 你在寫的這些語法可以留下 那如果沒有也沒有關係啦好不好 這第一節課不會留下什麼語法的好不好 那來我們首先你要到CRN 下載這個R語言 點進來之後這是R語言的官方網站 然後這邊有個download的R 你點進來之後 好隨便這邊點個網址 原則上點第一個 這是講說你要在哪一個網站去下載R 根據你是Mac或Windows 選擇一個合適的這個 然後你就選BASS就好了 好download 啊download完了以後 就不斷的安裝 這樣就沒有問題了 我就download了 好我給大家示範一下 download 好然後等一下我再安裝 我們先下載另外一個東西 這個你如果就是你如果這個就是安裝 你不會你就一直往下看啊 基本上都可以 安裝就這樣子嘛 一路往後安裝 好因為因為我這台電腦已經裝過了 所有學校的電腦都已經裝過了 我預先幫你們裝好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下一頁這個你 下載R之後啊 我給大家看一下那個R的介面啊 你如果只有下載剛剛那個東西 你打開R語言會長這個樣子 你覺得這個樣子看起來友善嗎 不是很友善對不對 1加1 好這樣 這其實並不是一個很友善的介面 然後打完程式語言 你就忘記了這樣子 好所以其實我並不喜歡這個開發介面 我比較喜歡的開發介面是一個叫RStudio 這是一個額外的東西 R語言 剛剛你下載的那個東西是R語言的編譯器 什麼叫編譯器 就是你要讓電腦也認識R語言嘛 對不對 你要下載它 可是你想要一個好的介面 這是一個另外的軟體 所以這兩個都要分開下載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那我們啊 要到RStudio官網上面下載 下載以後 你應該可以看到 Download RStudio IDE 然後我們用Free的就好了 Free的 然後你就找你是Windows 你就下載Windows 或者你是這個Mac 你就下載Mac 安裝完了以後 你打開這個RStudio 你應該可以看到一個類似這樣的介面 喔我把這個關掉好了 這個是 這個 你應該可以看到一個類似這樣的畫面 好不好 然後請你啊 請你在 你現在注意我的操作 因為等一下 我知道有些人 他可能用學校的電腦 他不 他直接 直接打開就可以看到這個畫面了好不好 我想跟大家講的是 請你在這裡 開啟一個New Project 打上這個 打上這個 打上一些名字 TEST 然後按CREATE 然後 像我是已經開好了 好不好 我叫RLANGUAGE INTRODUCTION 對不對 開完之後 到這個畫面 然後在這裡輸入1加1 看他會不會回答你2 你要輸入3加2也可以 好不好 我們現在把時間先暫停一下 讓大家到這一步 好不好 好 那我想大家都已經初步完成到了這裡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今天要學的東西有哪些 我們今天要學的東西主要是 這個 RStudio 我們已經學會了 在左上角 你可以按這個 New File 打開Rscript 那你可以看到這樣的一個畫面 這樣的一個畫面 這個是 左上角 你可以把它當作是一個記事本 因為我們在打語法的時候 我們在這裡打完是不是就沒了 這樣可以理解吧 在這裡的話 我可以打1加1 然後我把它highlight起來按RUN 然後它就會出現在下面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你可以在這裡當作是記事本 有必要的時候你可以把它存下來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這個是 我喜歡這個IDE的 就是我喜歡這個開發介面的主要原因 你看剛剛那個 剛剛那個最陽春的介面 你是不是打完就沒了 對不對 非常的麻煩 OK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這個介面大家以後可以慢慢熟悉 我們並不用說 一定今天我就要把這個介面搞得很熟悉 它的功能那麼多對不對 好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今天最主要的事情 我們要知道RUN 它是屬於一種交談式編程的設計 什麼叫交談式編程 就是你現在給它一個指令 它會回答你 有一些程式員 它是你給它指令 它是沒有辦法馬上讓你看到回答的 你要有一整串完整的語法 它才有辦法給你回答 一般正規的程式語言 都是我剛剛講的那一種 R語言是一種比較 算是 比較簡單上手的語言 所以你馬上可以看到它的回答 好不好 這是一種比較簡單的 那 簡單來講 我們啊 這個在這裡 我們先把它highlight起來 好你看我已經貼上來對不對 以後我跟大家講喔 我的上課講義 你看到這個框框 那就是語法 那就語法 可以直接貼的語法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好那我們怎麼貼 貼到上面來 一行一行執行 RUN 612 RUN 這個1740 好這樣可以了解吧 這個四則運算 這個誇乎優先原則指數運算 指數運算 這個符號是這個 數字鍵6上面那個符號 如果你不喜歡打這個符號 假如指數運算 12的四次方是 這個207 736對不對 你不喜歡打這個符號 你可以打這個符號 層層 這樣的話一樣 也是指數 這樣可以接受 好 所以說 我想這個 把R原當作 至少 你現在可以了解到 他是可以是一個電子計算機 對不對 而且應該會比這個 就是小算盤 好用一點 功能強大一點 好不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還有什麼好用的功能 好那 除了這些 簡單的四則運算 指數運算 這些 最重要的事情是 我們啊 其實可以用一個東西叫函數 R原裡面有個東西叫函數 函數是什麼東西呢 以後你在R原裡面 你只要看到 英文字小括號 小那這就是一個函數 函數裡面小括號裡面 就是給你填這個函數的參數 然後他可以output出去一個outcome 就是被這個函數運算完之後的結果 我現在跟你講的是一個 就是一個 主要的定義 如果聽不懂主要的定義沒有關係 那你就 你就 就是你就這個就是 你就稍微嘗試一下你就知道了好不好 舉例來說 EXP2 2就是這個參數 EXP小括號就是一個函數 R原裡面小括號沒有其他用法 英文字後面加小括號 只有一種用法就是函數 以後就算你前面看不懂 這是什麼英文字 你看不懂 你也知道這是一個函數 這樣懂我意思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哦 EXP2 EXP是exponential 就是這個 這個自然數的指數運算 我們可以看到他的答案是7.38對吧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我們這邊多打一些 譬如說5 好這應該蠻容易理解的吧 對不對 這個函數的功能應該蠻容易理解的對吧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除了這個函數以外 還有兩個函數 這兩個函數 這是很簡單的函數 這是簡單運算函數 SQRT SQRT 這是這個 開根號的意思 這樣可以知道 那你有沒有發現其實 R原裡面的函數 它前面的英文字 它其實多多少少 大概都猜了出來 這是什麼意思 對不對 好其實大部分程式員都是這個樣子 就是 你的這個函數的名稱啊 大概跟你的功能 就是你功能的減寫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然後log3 log3 出來答案是1.09 欸這個log看起來 這個log3 log3這樣子 它的log不是還有個參數嗎 是底數嗎 對不對 你們覺得它的底數是多少 欸你們怎麼都知道 好非常好啊 這個 江安靜 那個紀錄一下好不好 這個 我們那個 非常鼓勵這個 大家上課 這個有一些回應 對不對 而且你們要把握前面的機會 因為越前面越簡單 對不對 越前面越簡單 好那我們 那我們 我們要把這個 那個就是 我們要改變它的底數怎麼辦 我們要改變它的底數怎麼辦 來 這個有沒有人想要回答 改變它的底數怎麼辦 BASS 因為你看到後面了嘛 對不對 來 BASS 很好 等下這樣要介紹喔 BASS等於 等於3 這樣出來是1 對不對 來後面 後面這裡其實有啦 BASS BASS你要不要輸入BASS 其實都沒有關係 你這邊不輸入BASS 你一樣可以出現正確答案9 好 那我現在這個問題比較深度了 我要問大家 如果我今天 我 不知道有BASS這個參數 但是我又想換底數 怎麼辦 兩個LOG相處 欸 講得非常好 兩個LOG相處 好 我現在要把LOG9 我現在是這個 我現在是2.19 我現在想要 產生出2 我要怎麼搞 你說兩個LOG相處啊 來 3 好很好很好 來那個 還記得換底公式的那個 把它 把它記起來好不好 欸不容易啊 好不好 這個 可能 欸你們怎麼有人在笑 欸這個 你們這個第一時間有想到嗎 真的第一時間都有想到換底公式嗎 欸這不容易啊 欸 那個各位 各位大學生 各位研究生啊 你們自己門新質問一下 你們第一時間想到換底公式的 有幾個人啊 這個好像 你們在高中的時候 一定非常熟悉嘛 對不對 欸想得到沒有關係 我非常尊敬你好不好 這個 但是我憑良心講 我不好意思在這邊調查啦 但是我憑良心講 應該小五分之一吧 好不好 好 那個 那我們再來想一下 欸這個非常重要喔 你 你以後 你這個觀念我要給你們的是說 以後你們會發現這個 語法怎麼那麼多啊 我怎麼我都記不起來啊 實際上 你需要用的核心語法 可能不到20個 這20個就可以把什麼事情都組合出來 這樣懂我意思吧 我其實跟你們講 我這堂課的前 大概六七堂課 我不會用超過20個語法 然後會帶你們看看 不用超過20個語 不用超過20個函數 不是語法 我不會用太多的函數 而且我就是那幾個核心函數 你可以看到它的交互變化 可以做出幾乎是 anything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非常好我非常開心啊 就是就是等於說 大家的這個這個腦袋 還沒有這個就是 還沒有受到這個體制的這個摧殘 好不好 可能還是說今年是 你是一年級的嗎 我二年級 對對對你穿便服嗎 應該不太可能是一年級的 我想說還是說今年陸武訓 比較這個對不對 今年陸武訓的傷害比較低一點這樣子 好那接著 我們了解這些東西了之後 這個 我們了解這些東西的時候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這一串語法 代表什麼意思 到剛剛為止 我們沒有辦法去了解 這個 我們還沒有辦法去取代 這個計算機的功能 因為計算機有個記憶功能 對不對 所以我們非常需要記憶的功能 我們要怎麼做記憶呢 來2乘2乘3 我們現在直接highlight 我們按下run 它下面就是2乘2乘3 只有run出我highlight的部分 這樣要知道 我現在如果只highlight2乘3 它出來就是6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我2乘2乘3 我這邊有個等於等於X 意思是說 我把2乘2乘3 這個東西的結果 這個東西的運算結果 我把它存到X這個物件裡面去 好大家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好你現在看一下右上方 右上方它說 environment is empty 它意思是說 目前什麼東西都沒有 我沒有佔存任何東西 但是當我按下這個run的時候 看到了嗎 它出現了 我有一個X 然後它Type是Numeric Names是1 Size這個不重要 它佔了多少記憶空間 那它的value是12 好那我要怎麼樣把這個X 它裡面有什麼東西給我看到 你可以在下面打X Enter 12它就出來了 或者是你可以打Print X 它會出來一模一樣的東西 好所以這就是我們的什麼功能 這個功能是這個 物件的這個記憶功能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你可以給它不同的名稱 那這樣子的話 你的R源裡面就非常多物件 可以被記憶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物件有什麼好處呢 X啊 它可以直接 進行運算叫X除以4 或者是SQRT X3.4 這樣可以接受 所以說這個功能 這個物件功能 你到目前為止 應該都覺得我都在講廢話 就是 這麼簡單的東西 我為什麼要一直講 對不對 我不知道過幾個禮拜 你們還記得我現在講話多少 我現在一直強調某些事情 覺得說什麼小括號 函數啊什麼什麼 以後你們要 你們如果要對一個東西 有完整的認知的話 這些公理啊 你們就要記得 你們就會慢慢的去熟悉了 好不好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這個C 你看到了吧 這也是個函數對吧 那這個函數在做什麼 我不知道對不對 我今天在學一個程式語言的時候 我不知道這個函數在做什麼的時候 我要怎麼辦 我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這邊有個範例對吧 好我就複製貼上 我到這裡 好 你猜這個C這個函數在做什麼 你可以感覺出來 它是把這幾個元素合在一起對吧 把它合併成同一個 物件 把它合併儲存成同一個物件 C這個函數就在做這件事 對吧 我跟你們講 C是核心函數喔 我現在講核心函數就是 我未來啊 這個會一直用到它 然後啊 這個 這個 它 就是你只要20個核心函數 就可以前邊換話 對不對 我想我教的東西大家都知道 C這個函數是大家要記住的 C 那 斗點 斗點是什麼 一個函數沒有斗點 代表是有不同的參數 它輸入了多個參數 用斗點把它隔開 你還記不記得 我們剛剛在按 LOG 9 斗點3 它是不是會出現2 可是在LOG的狀況下 它3跟9可不可以相反 可以啦 只是答案不會一樣而已 對不對 對不對 因為變成底數跟那個不一樣了 對不對 我在LOG的時候 我可不可以輸入第三個人數 不行 為什麼 因為 資訊已經夠了 LOG這個 運算 運算子 我們叫運算子好了 好不好 它能夠輸入的參數就兩個 就是 就是 這樣可以了解我意思 可是C這個函數不一樣 欸 C這個函數我是可以繼續擴展的 主要是說9 10 欸 它是可以繼續擴展的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 我可不可以調換它的順序 欸 可以 一樣只是 出來的東西不太一樣 就順序沒有調換 這樣可以了解我意思嗎 C 這個函數啊 函數大家要了解一件事 就是 我們現在說的函數 跟你在高中數學學到那個函數的意思 沒有非常一樣 你們以前在高中數學學到那個函數 它 有一個什麼Y等於 有一個式子嘛 對不對 呃 我這邊給大家一些正式的名稱好了 到 到大學以後 我們講正式的名稱的時候 當你寫得出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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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Y等於什麼 主要說 7 什麼 我隨便舉個例子 叫Y等於AX加B 這個東西 AB是位置數對不對 這個東西叫Function Set 這叫函數組 我不確定你的AB是什麼 這叫函數組 Y等於7X加3 這個叫Function 這個就是我講的是很精確的數學定義喔 好不好 就是這個東西叫Function Function的意思啊 就是我已經很確定了 就是這個樣子 那其實啊 在上面啊 就是 這個 這個不管是Function Set還是Function 它都已經有一個固定的範圍了 對不對 就像說我已經規定它 AX加B 那它就不可能有一個 一個 假如說 D的X乒乓 在家裡面 這樣懂我意思啊 它不含在這個Function Set裡面 那我現在在R元裡面講的函數 好了 雖然它也叫Function 可是它是在上面更大包的那個 這樣懂我意思嗎 它包含呢 它是一個廣泛的定義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那我們再看一下兩個物件 彼此之間也可以進行加重層 這個東西 我都不給你們試了啦 好不好 因為你們用看的 你們多少也可以看得出來 我在做什么吧 如果你觉得非常困难需要助教到你旁边的 不要害怕举手 我觉得大家会不好意思举手 我们是不是等一下开个群组 大家加入 大家就在上面偷偷私讯助教 这样子的话助教就会默默走到你旁边 或者你可以指定他说 在老师休息的时候你再走到我旁边 这样比较独调 我不想让大家知道我不会换底公式 好那继续 那这个我们练习要来啰 练习要做什么呢 首先你已经知道物件了对不对 你已经知道物件了 那所以1到10的平方根跟三次方的结果 我想要一次看到 这个应该不难吧 首先你要先产这个物件里面有1到10 接着你要做平方根跟三次方 这个我好像都有教到对不对 第二个有一个很特殊的符号叫%% 这个符号我现在来做个运算看 12345%%%...789%...510...我不知道这什么东西 这运算符号非常的特别 我不知道这什么东西的时候我要怎么办 我可以透過觀察 可是我現在12345456 我這樣找出規律嗎 找不出規律對不對 那物件有什麼好處 物件我一次可以多做一點 我比較容易看到規律 所以請你 將問題1跟問題2 來做一個練習 我們給大家的練習時間 大約是我覺得5分鐘 你們應該都做出來了 不過我們看現場狀況 我們希望這一題大家都做得出來 大概5到10分鐘的時間 好我們現在給大家練習一下 好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的練習題的答案要怎麼用 X等於C1234567890 這樣子 你就可以產生一個物件 有1到10了 好還有一種打法比較快啦 但是因為我沒有教所以你們不會正常 X等於1 那這樣子的話 也可以得到 這樣子的結果 那如果你知道這樣的話 那你要20就很簡單了 對不對 不然剛剛打起來要多累啊 好那接著 1到10之後來 SQ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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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邊不是負的啦 SQRT 就是開根號 大家都知道開根號不是只有 用SQRT這個函數 不然你平方根你可以用SQRT 3次方根怎麼辦 對不對 這個 2.7次方根 那總不可能會有這個函數 對不對 所以說 欸這個 知道這個 基本這個 次方運算的這個 原理也是很重要的 好不好 那 這個問題2的話 我們期望大家透過觀察發現的 好X 這個趴趴3嘛對不對 對不對 趴趴3留下的東西就是 這個他的余數啦 好不好 好啊那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有趣的運算符號 %-% 這是什麼 這是商數 好 除下來商數 這樣懂我意思嗎 這個 這個兩個運算符號 比較少用到 就是比較少用到 好不好 但是 我只是跟大家講說 欸原來還有這種符號 這個 這個 你在小串盤裡面 應該不容易按出這種東西啦 好不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 等一下要教的一個重點 叫物件鎖影 物件鎖影 物件鎖影是這樣的 來 我們現在啊有一個 y 這個物件 y這個物件啊 y這個物件 67980 我要找出 y的第一個元素 會不會很困難 欸不會 y中塊號1 好 出來 好我跟大家講 剛剛講R元裡面 小塊號是函數對不對 中塊號就是鎖影 中塊號就是鎖影 你看到中塊號 就在講鎖影 那大塊號是把一堆語法 合在一起 這些語法優先執行 在R元裡面 小塊號 中塊號 大塊號各有各的角色 這樣懂我意思吧 大塊號是把一堆語法 包在一起執行啊 就是我不要 我要優先執行這一串 這樣子 好大塊號 之後我再跟你們介紹 好 那我現在可以把第一個元素抓出來 那我們辦法把 第三個元素抓出來 欸可以嘛對不對 我們把第七個元素抓出來 N 為什麼 你根本就沒有第七個元素啊 對不對 所以不知道你在問什麼 有沒有第0個元素 沒有 欸 有沒有第-1個元素 哪有元素是-1的對不對 欸 可是他有跑出東西欸 所以-1是什麼 第一個我不要 剩下我都要 所以大家知道 負數的這個 負數的這個用法 這樣可以齁 好 欸這個功能很重要 好最重要還有一個 就是 你如果一次想要三個 兩個元素怎麼辦 你在中塊號裡面 給一個C 35 這樣是什麼 我要 我用C這個函數 把3跟5包在一起 這個東西 它是會產生一個35的物件 那是我一次就是兩個數字在裡面了 這樣懂我意思嗎 這個C非常的重要喔 沒有這個C 這樣是Bwork的喔 欸 猜錯了 沒有這個C是Bwork的喔 你一定要有這個C 為什麼要有這個C 因為我先把這兩個元素 組裝在一起 在一起丟給中塊號做鎖印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可以了解齁 好 所以說 欸那我如果 C-3-5 可不可以 欸可以 那就是3跟我不要 對不對 欸-3-5這樣可不可以 當然是不行啦 因為 因為他邏輯不同意啊 你一個告訴我不要3 一個告訴我只要5 看不懂你在幹嘛 對不對 你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邏輯 邏輯有問題 所以他這個 他就 他就沒有那個 他就沒有再說了 好 所以複索引非常的重要喔 複索引非常的重要喔 等一下 你們練習題的時候 我直接跟你們提示 練習題你們會用到複索引 好不好 你們只是不知道要怎麼用它 但是你們會用到複索引 好不好 等一下練習題就有一點點挑戰了 要做出來就不容易了 好 這個 欸那我們現在啊可以 所以他有個用處啊 就是 現在的Y 他是5個數對不對 我們可以指定 Y的第7個數 他等於3乘5 我把3乘5丟到Y的第7個元素 好我現在按下RUN 我再看一次Y 出現了第7個數對吧 是15 但是我沒有指定第6個數啊 怎麼辦 他就知道說 哦那這裡我不知道 那就是NA NA就是missing value的意思 這樣可以了解 好 NA是not a variable的那個 就是簡稱 好 那你啊 除了做這件事情 哦 這這是強行覆蓋 這你可以 你可以強行的把這個 呃第三個數改成-1 這個強行覆蓋也是很重要的功能啊 好不好 強行覆蓋 好還有一個就是 你可以這樣操作 這是什麼操作 第一個數加第二個數等於第三個數 第四個數乘第五個數等於第六個數 被我按照我剛剛的指定方式來做出來 還有一個非常厲害的地方 來第一個數 這個第一個數 等於第一個數加第一個數 那這個出來是什麼 好我們按下RUN 12 再按次 24 哦大家知道一件事 在等號作用以前 這個數值是固定的 這樣有了解他的原理嗎 我故意用這個 我故意用這個範例告訴你們他的原理 在等號的 等號 在等號 等右邊全部的東西都處理完之後 他才會把這個結果 丟給左邊的東西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這個就不會出現一個死循環啊 這樣懂 不然的話照這道理講 那他不是加不完了嗎 對不對 好這樣可以了解 ok 來練習了 練習了 練習2 原來練習2還不是太難了 好不好 原來練習3才是我設計的比較難的 好不好 練習2 你需要給我一個整數向量 好這個整數向量是要做什麼 來 第一個數字 跟第二個數字 第一個數字 你就先開一個第一個數字跟第二個數字 就要說x等於 好1 然後後面請你放上學號的最後一碼 好不好 就要說3 那接著咧 我想要第三個數等於前兩個數相加 第四個數等於前兩個數相乘 第五個數又等於前兩個數相加 第六個數又等於前兩個數相乘 以此類推下去 你到第七個數就好了 你不要給我用手算喔 你不要給我什麼x 好不好 我拒絕這種答案 x3等於4 你不要我拒絕這種答案 或者我拒絕這種答案 好不好 我拒絕這樣的答案 我等一下回去看你們 這個過程非常簡單 或者是我拒絕這樣的答案 好不好 我拒絕這樣子就算了 可以齁 好不好 我強迫你們要用索引 就是為了要讓你們練習 這樣可以嗎 好謝謝 讓你們做一下 好 來 大家 我期望大家出的答案 是長這個樣子的 好不好 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樣的答案有什麼 為什麼我期望大家出這樣的答案 為什麼呢 來 首先我教大家索引對不對 所以我希望大家是讓 第一個跟第二個 相加之後變第三個 這是索引的基本運用 第四個加第三個 相乘等於4 你很容易的這樣打 出來的結果當然就是 這當然是對的啦 好不好 重點是你很容易可以發現這個規律 一開始我看到非常多人在想的時候 前兩個數1跟2 這裡有些人就打3跟2 不是不行 答案是對的對不對 可是 是不是缺乏循環性 循環性很重要喔 你要試著把這樣的語法的 它共通的部分 重要部分把它萃取出來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因為你這樣才有可能 不然的話 你現在這樣要打起來 你是不是覺得打得非常累 因為你每一行都要特別去 複製去改東西 就來說 你每一行 你如果只有這一行的話 你現在行要打的時候 你是不是要這樣 你是不是要改三個 4 2 3 好這樣還算 4個這邊還要改成欸 這邊還要改成欸 對不對 好是不是很麻煩 好來來來 那我們回到這裡來 我們發現什麼事情 我們剛剛之前不是講說 我們啊其實可以先 i等於1 好叫i等1 這個物件 我們可不可以根據這個物件做些什麼運算 欸可以對不對 3是i加i加幾 i加2對不對 i加2 i i加1 好這樣有什麼好處 欸你注意一下 我這樣複製下來的時候 我是不是要把i等1改2 這裡是不是就自動是4 2 3 然後把加號改成號 這樣是不是非常方便 我這樣複製貼上起來是不是非常的快 3 4 5 6 好有沒有發現非常非常的快 可以吧可以 好我跟你講 剛剛 某位優秀的同學 欸把它再記起來好了 太優秀了好不好 我們這個 講義也沒有提供這樣的答案啊 結果他想出來啦 我跟你們講他想出什麼啦 他想說這樣複製貼上還是太慢了 這個 欸這裡給我i加1 好這裡給我i加1你知道有什麼好處嗎 我跟你講好處在這裡啊 他之後啊他只要第一個是i等於1 後面他只要不斷的複製貼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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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次方 這個因為這個數字後面有點太大了 好這個這個真的是很厲害啊 我覺得就是他的這個開創性的想法 對不對 我也不是說不知道啦 只是說我沒有提供啊 這樣子 能夠能夠短時間內想到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我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大家大部分同學應該要感覺 就是我們練習題給大家思考時間 其實沒有很長嘛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說這個 所以說能夠想到這個真的是不容易啊 好不好 好那我們現在 我們今天 已經花一個小時的時間 做非常基本的介紹 你們看到下面的講義也知道啊 這個已經只剩下五六頁了對不對 你們的放飯時間快到了 欸不過 不要高興的太早 最後一題比較難好不好 好那個 不過你如果真的餓了想吃飯 也是可以出去吃啊好不好 不過我們不會延後下課的好不好 只是 我只是想跟你們講說不會提早太多了 好 然後那個 那個什麼 欸來我們今天來看一下 我們今天要教什麼 我們最後一個 部分要教什麼 我們前面都教非常非常簡單的東西 就是 基本的這個計算機應用啊 這個 記憶功能啊等等 我們現在要跟大家講 講原理了對不對 講原則原理了對不對 來我們現在跟大家介紹一下 那阿語言裡面的物件 有非常多種屬性 主要的物件屬性分成三個層次 三種大類 三種分別是變數層 正列層跟列表層 這些專有名詞 你記不起來沒有關係 因為在我們的課程裡面 我們會先教變數層 然後到大概第五課的時候 我們就會教正列層 第七個第八課的時候 我們就會教列表層 我有點忘記第幾課了啦 好不好 但是反正就是 你會發現前面 我們反正就先熟悉變數層 對不對 那剩下你只要知道說 它的構型是不太一樣的 好什麼叫變數層呢 就是 你看我們剛剛 在講說 這個元素 第幾個元素 第幾個元素的時候 它是不是一個 一維的向量 我們叫它向量 可以嗎 它是一個一維的向量 什麼叫 就是 沒有說什麼 你像 你像 教室是一個二維的空間 對不對 我現在說第十一個人 你們知道第十一個人是誰嗎 你們不知道 我總要說第幾排 第幾個 第幾排 第幾個 卡仁第幾個弱 你才知道我在叫誰 對不對 所以 一維的東西 一維的東西 叫變數 二維以上的東西 叫正列 二維就是矩陣 對不對 像現在教室 這是一個平面 這是一個矩陣 三維的陣列 在那個 數學上叫 張亮 Tensor 你們應該從來沒有聽過這個字 TENSOR TENSOR 高中沒有教 好不好 大學 按照醫學院 應該也不會教 好不好 但是如果你們以後 不小心發現 有一個 很有名的 軟體啊 叫什麼 TENSOR FLOW 他其實就是 這個 TENSOR的流動 他一直在處理 那個TENSOR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那個TENSOR是有意思的 好 另外還有一個東西 資料表 資料表就是你們想像的 Excel Excel也算是二維的 對不對 所以 大概正列層就是這些 列表層 列表層比較複雜 等到我們講到的時候再說 好不好 我們現在反正 你就知道我們所Focus的 就是變數層的物件 都是一堆向量 他都是只有一個維度的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他的第幾個元素是什麼 我們不用給他 什麼垂直坐標 這個橫向坐標 這樣的 懂我的意思嗎 好 變數層 我們現在 先複字貼上這一大串 我在這裡複字貼上 我在這裡複字貼上 好 A等於 C True Force True Force 好 這樣子我們來看一下 A的A 好我們要了解這一串語法 我們顯然就是把一堆True跟False 合併在一起 C這個函數還記得是什麼吧 把一堆東西合併在一起對吧 好我們現在打下A 那就被合併在一起了 沒什麼特別的對不對 好我們再介紹一個核心函數 class 好這是第二個核心函數 好不好 如果你有做筆記的習慣或什麼 請你把C跟class 一個一個寫下來 我跟你講以後 你們現在可能還不會有感覺 等到那個大概第四課第五課的時候 你們在做練習題的時候 你們就會看著我手上只有這些工具 我要怎麼把這個東西組合出來 這樣子好不好 來 class A 我們按下Enter 他告訴我是什麼 Logical 這是一個邏輯向量 我把這個物件 這個物件顯然是變速成的東西 他是一個邏輯向量 這樣聽得懂吧 為什麼 因為裡面只有True跟False 邏輯向量就是裡面只有邏輯值 邏輯值就是True跟False 這樣可以接受 好 接著 B等於12345 好 class B 那我就不print B 了 這個B太簡單了吧 對不對 class B 你覺得他會回答你什麼 他回答你Numeric 沒有什麼問題 數值沒有錯 對不對 可是 12345不是整數嗎 他應該回到Int 對不對 為什麼他不是回到Int 原因是這樣的 因為你打12345 這個 在你沒有特別指定的狀況下 我說他是 實數 就是我說 我講的實數 是數學的那個 實數 他範圍一定最大 對不對 所以我講實數一定是最安全 最保守的狀況 這樣可以接受吧 所以說 這個 他講這樣子絕對沒有錯 好 那如果你很希望他變整數 好像也沒有什麼意義 來我給大家看喔 來 B 他現在的size 是88 B Bike 這個可以接受吧 好 我強迫把B變成整數 把他存成B1 看到了嗎 B1只有72個Bike 比較小 對不對 可是他儲存的 我們問他class Int 對不對 B1 長得一模一樣對不對 消耗的空間比較少 所以整數原則上 那 你這個是很 minor的差別 你這個 正常來講 你的電腦容量不夠了 你是把所有的數值都變整數 還是再去買一塊硬碟 當然是再去買一塊硬碟 好不好 好啦他們的差距非常非常小 只是有時候 你會用到整數這個東西 這樣跟我意思吧 好 那 另外 如果是0.7-0.9 那這當然不可能是整數 現在C這個東西 他當然不可能是整數 對不對 好 那但是 如果我強迫 這個東西變成整數 那會發生什麼事 我們來看一下會發生什麼事 好不好 001-23 好像不是四捨五入 他就是直接把小數點以後去掉 他不是四捨五入喔 他跟四捨五入 他也不是無條件捨去喔 因為他對負數跟正數的方向 舍去方向是不同的 這樣懂我意思嗎 對於-2.1 他是變大 變成-2 對不對 對於2.1 他是變小 他是往0靠近 這樣懂我意思嗎 s integer 這個函數強迫他變整數 他並不是無條件捨去 什麼之類的 那個無條件捨去啊 或者無條件進位 或者是四捨五入 那個都有相對的函數去處理 s integer 不是做這件事情 你只要知道這件事就好 他是把他整數的部位 把他拿出來 不過其實還有一種方法可以拿出 整數的部位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忙搶到 就如果你要無條件這個 那我們 剛剛還記不記得這個 上訴 這個 我這個percent在哪裡 我怎麼找的太到 這裡 你如果想要無條件這個 這個是無條件捨去嘛 對不對 其實你可以透過這種方式啦 對不對 我就不帶大家介紹更多的 反正 我們現在主要帶大家介紹這個s.xx 哦 我剛剛忘記跟大家講 這個s.xxx 這個xx裡面有很多個 s.xx也是核心盤數 你要知道 物件 這個物件的轉換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功能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d等於abccb 這個注意我的a 我的a有引號 代表是有 他是一個文字 好 我的d 我現在看一下d abccb 他有引號對不對 這是文字 如果我沒有文字可不可以 我沒有引號可不可以 哎 這個講的太好了 沒有引號 r 會以為這個 大a 大b 大c 他是一個變數 他會說找不到物件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你需要有引號 你需要引號 這樣可以 好那你問他classd是什麼 那當然是文字嘛 對不對 好來我們再來介紹個 特殊的物件叫factor 這個factor這個物件 非常神奇哦 他有他美妙跟討厭的部分 你們在後面你們就會發現 SXXX我說他是個核心函數 大部分的時候 都是as factor 那我們好好熟悉factor這個物件 來我把他變成factor之後 我們現在看一下d1 你覺得d1跟d差別在哪 雙5號不見了 對不對 然後下面出來一個東西叫levels abc 好你發 你現在可能搞不清楚 差別是什麼 我現在跟你講 差別是本來啊 這個 文字 他不會去記錄 哎 這個是這個 這個都跟這個 這兩個好像重複了對吧 這兩個好像重複了 當你把它轉成factor之後 他在這裡其實儲存的是 哦這裡是第一個level 這裡是第二個level 這裡是第三個level 這裡是第三個level 這裡是第二個level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那你講說他是第幾個level 你要告訴他這個level是什麼 第一個level是A 第二個level是B 第三個level是C 他想要表達是這個意思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如果你把一個東西用factor 這種方式來記錄的話 我們就可以很簡單的記錄說 你是性別1 你是性別1 你是性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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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性別1是女生 性別2是男生 類似這種方式 這樣懂的意思啊 你可以了解factor的意思了吧 好 來我們要怎麼驗證factor 這個東西是這樣的 來注意一下 現在D是什麼 D是文字對不對 C是什麼 C是數值對不對 我如果用C這個函數 把C跟D合在一起 你們覺得會發生什麼事 產生E E這個 變文字了 為什麼 為什麼變文字了 因為 A請問一下它是數字級 我不知道對不對 B請問一下數字級 我不知道 可是我0.7 我把它變成文字 我還是可以還原回去對吧 文字的涵蓋範圍 是不是比數值來的更大 它更自由 自由度更高 所以當你用C這個函數 把兩個不相干的物件 合在一起的時候 它會以自由度比較高的為主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個 來C1是什麼 C1是整數對吧 D1呢 Levels 我們把C1跟D1 合在一起 你們覺得會產生什麼東西呢 整數 為什麼 為什麼 奇怪 剛剛你們第一反應 一定覺得Factor 首相資訊比較多啊 你仔細講的話 Factor是不是只有第一種 第二種 第三種 第四種 一直下去 它是自然數 它是那個自然數 N啊 自然數 這樣可以 整數的範圍 Z是不是比N還要大 所以Z的範圍比較大 欸你說 Levels這個屬性消失了啊 這個沒有辦法 哪有第0種 第-1種 這種東西對不對 所以沒有辦法 所以 注意喔 Factor這個東西 他討厭在什麼 他跟別的東西啊 有一點點不太能夠很簡單的合併 這樣懂嗎 雖然他有了很重要的資訊 可是他又不能很簡單的合併 所以你在用他的時候你要小心 你現在的class E1 就是你的integer 這樣可以喔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我們的下一頁 來 那個Factor啊 他之所以 好用 C1有個 核心函數Levels 可以去處理他 來 我們剛剛已經教了三個核心函數 C class跟SXX 對不對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第四個核心函數Lens 第五個核心函數Level 你們會不會突然覺得 教核心函數的速度怎麼那麼快 這樣20個好像快教完了對不對 不要太擔心啊 這個 很快的 我們20個就會教的差不多了 然後後面就是大家的變化 好 Lens 5 Lens是什麼意思 長度 Lens 它本身的中文直譯就是長度 它意思是說D1的 向量長度是多長 向量長度是5 對吧 那這個向量長度代表什麼 它裡面有多少元素 這樣可以接受吧 裡面有多少元素 好 那我們Levels 這個函數 它是專門for因子向量的喔 它就是我想要把我的對照表給 秀出來 那它的class是什麼 你看它出現雙引號了對不對 所以它的class是文字 這樣可以接受嗎 它的class是文字 OK我們再來看一下 那這兩個函數 這個Levels這個函數啊 我剛剛說它是 專門for因子 只有因子 你有看到 那個Levels對不對 如果我對D打 D它是一個文字喔 我對D做Levels 我是看不到它的 因子屬性的 除非我把它轉換成因子 那這樣我當然就看得出來 這樣可以吧 可是所以你要知道 Levels這個函數 是專門對因子用的喔 所以如果你有時候 不小心你要用到 Levels這個函數 你必須先把它轉換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那我們再來看一個 這個Levels跟Length 如果你把它結合在一起 它告訴我3 這個3是什麼意思 我先對D1 求Levels 它告訴我ABC 這是一個文字向量對不對 我再對它求Length 那它出來的是什麼意思 它是告訴我D1 這個物件 它的類別數 它的Levels有多少 我把Levels跟Length 這兩個函數組合在一起 我就可以得到一個 有點重要的資訊 對不對 可是它不是一個函數喔 這是我們第一次發現 原來函數的組合 是這麼的神奇 好不好 你們千萬不要覺得不神奇啊 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練習3 練習3在做什麼呢 來請你開場就先複製 把這一大串複製下來 這一題我給大家15分鐘啦 好不好 好這邊是不是產生了一個X的這個物件 產生了一個X的物件之後 問題123 第一個 這一串數列總共有幾個數字 這應該不難吧 長度 好第二個 共有幾種數字在物件X內 學要用到函數組合 對吧 我剛好教過 第三個 你看得出來這大部分是1到20 可是 這裡面有7嗎 好像沒有7對不對 只有沒有7嗎 我跟你們講 我不接受 你們把Levels print出來之後 一個一個挑給我 好不好 你們敢做這件事 下次我就會出 裡面有1000個數字了 問你們漏了哪些 好不好 所以說 想一下 第三題不容易 好不好 不過 我們先 我們先給大家練習 好不好 前兩題應該5分鐘之內 一定大家都會做出來 第三題大家好好想 好謝謝 好 我們來跟大家解釋一下整個思路 這樣子大家以後才做出來 對不對 好來 首先 這個 好這個 第一題這個非常簡單 裡面有幾個數字 問Lens就好了 對不對 這個 等一下 LensX 這個 非常多人 不是說什麼 第一時間 第一時間 他馬上就做出來 太容易了對不對 好接下來 第二題 Levels 第二題顯然 就要用Levels這個函數 對不對 LevelsX 好 打他 誒 什麼都沒有回答我 為什麼呢 很多人都有發現 這個 直接打 為什麼不行 因為這個 現在他的 class 他是一個 數值嘛 他不是因子 你覺得這個Levels 是一個 專門for因子的一個 東西嘛對不對 所以 as factor 這樣這個Levels 他才會顯示出來 對不對 那顯示出來以後 我再對他打 lens 那我就知道啦 總共有幾種數字 16種 中間有漏一些數字 好不過我剛剛跟你們講 我不接受 你們跟我講說 沒有7 沒有12 對不對 我不接受這樣 我們要怎麼樣 把這個東西弄出來 好大家想一下 我問1到20裡面 沒有什麼對不對 那1到20裡面有什麼 你會說有什麼 有什麼難的 不就這些嗎 那你們剛剛還記得 我們剛剛有的東西叫 複數索引 如果我用了複數索引 我用這個東西 對1到20用複索引 他是不是就把這些東西去掉了 剩下的是不是就是 我要的東西 好有了這個思路之後 並不是馬上就做出來 因為你還要做非常多轉換 這是文字對吧 可是你要做索引 是不是要把它轉成數值 所以你還是要做非常多轉換 只是基本思路有了 我要用的是 我要用的是否定對吧 沒有什麼 我要負索引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來 Levels 這個東西 我們把它存成 把它存成叫做 呃就是 呃這個這個 等於 這個 ABC好了好不好 我這個隨便 隨便叫什麼名字都可以 好這個東西是 ABC ABC 是1到20對不對 我再把 BCD 等於 S 我把它轉成數值 BCD 好現在他是不是數值了對不對 好那 我這個東西是 中括號裡面要放的 我要放他的複數嘛對不對 那我中括號外面那個物件 我是不是要有一個 EFG 等於 1到20 EFG 這是1到20對不對 好來神奇的事情出現啦 來 EFG 中括號 好 負的 BCD 好是不是出來了 7 12 15 19 好 我跟大家講一下 你要 我平常講啦 你說你 你們這麼厲害 給你10分鐘你就想得出來 對不對 也不是不可能啦 但是比較難 確實比較難 你們老實講也是有學長做過啦 只是真的不是很多這樣子 好 所以不過我跟你講有時候 這個 有先想出來的也不見得他以後會 學的比較好 所以大家不要太難過 我這裡 警號後面是註解 就是我的這個解答在這裡 對不對 有些人就放棄了直接看解答 我也覺得非常好 只是大家要記住這個 我們今天要解決一個問題 我不是我的重點不是去記住他怎麼做出來 重點是去理解我剛剛講那個解決問題的思路 那個非常重要哦 我在前面幾節課大概就是前半個學期 我大部分的時候我為什麼只用核心語法去做事情 不是因為我不會其他語法 我就是希望你們訓練你們這個觀念好不好 好那所以說這個方法大家應該可以了解了 好我們今天上課上到這裡11點半啊 應該離吃飯應該這樣子放大家去吃飯 應該也不算太過分了對不對 畢竟我們中間沒有下課了對不對 好不過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我想今天的課程算簡單 但是我希望啊這個大家 就是如果你對正常課是有一定的熱忱 我希望你上課前你在來上課之前 你可以把因為我所有的語法都有嘛對不對 你可以把所有的就是舉例來說 我舉例來說你要上下一節課之前 你可以在R語言程式設計討論 你在條件判斷這裡 你不見得要自己去複習什麼 但我希望你至少可以複製貼上 看一下他在做什麼 你就複製貼上就好了好不好 那當然你更願意的話 其實這一堂課我之前只有開過的 我之前只有開過 所以說我在這裡 收客內容 今天是110全年度的R語言 109年的這裡 他其實是有教學錄影的 好不好 你點擊教學錄影你是可以看到的 不過就是因為課程內容有做一些改版 所以你這樣看其實也不是完全一對一的 這樣可以嗎 我期望你們有預習 不過沒有也沒有關係 因為課程難度其實並沒有非常困難 好不好 那你也可以試 就是你要怎麼確定你學會了 你當下一定會覺得這些練習題你都會 因為我剛解釋過 兩天之後或者是下次上課前 你看著那個練習題 你還有幫他想出來嗎 剛剛的練習3你已經知道思路了 但是問題是你也看到了 他需要一些轉換 你有沒有辦法在三天之後 你仍然可以解除他 那你如果發現不行 看一下答案 回想一下 再做一次好不好 謝謝大家 那我們今天上課都上到這裡 再見